我们前面在介绍连锁互换的时候一直强调 两个基因之间你的互换率最高最高只得50% 对不对 因为互换的结果会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我的四分体当中 我们在联会的时候四分体当中 只有中间两个蓝色分体可以发生互换 所以互换率应该都要小于等于50% 怎么可能大呢 可是你会看到 偶尔你会看到互换率就是50%以上 像我现在给的这个图 是我假意上负的图 好这个图呢是蓝色体区域图 我把这个地方作为 距离上就是注标上的零点 好那这个地方呢跟这个地方 这两个基因之间的互换率高达48.5% 哇互换率好高哦 好就算是48.5%还是低于50%没什么 但如果像以这个基因跟这个基因 他的互换率已经高达了57.5% 到这里呢高达87% 到这里呢甚至破百互换率大于 变成104.5% 好超过100%就已经很奇怪 而且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说 应该连50%都不可以超过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蓝色体区域图 这两个点就是我写成甲跟乙好了 这甲到乙之间 却有这么长的互换率当作距离呢 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那我换一个比喻 换一个例子 我们看三个基因 假设A在这 大A跟这个A 它B好了 我故意大A临所小B 小A临所大B 它们之间距离30cm 好接下来看个C吧 这边是大C 这边是小C B跟C之间相隔25cm 你各自去看的时候都很合理 好 B跟C之间互换率25% 当你在看A跟C的时候 哇 A跟C的距离相加 竟然是55cm 诶 怎么会超过50%呢 好 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为什么 因为这是互换率得到的 呃 互换单位 互换率的实验 得到的互换率 误差非常大 不要说这边举个例子了 我们来看看伟大的科学家摩根 可是当时没办法 你没有你的资料可以用 你是唯一可以用的资料就是互换率 像摩根来做这个实验 好 这一只 呃 这一只异形核子 我们要看的是 B跟Victor这两个精英的互换率 这个实验算出来互换率 25.92% 这个实验呢 依然算B跟Victor的互换率 却只有18.87% 这还是这一篇 另外的研究 每个互换率都稍微不同 所以互换率是有明显的误差的 它会变异非常大 因为果蠅杂穴的实验 它的子带的大小 它的交配是不是随机交配 它的配置都能存活吗 其实你不能掌握的 所以在算这些数据的时候 它的误差其实非常大 好 既然误差很大 B跟C之间的互换率 真的是30%吗 里面带着误差 B跟C之间的互换率 就刚好是25%吗 它里面带着误差 那这个误差 这个误差 你相加 只会得到更大的误差 这叫做误差的总和 就像那个电影 恐惧的总和 既然它都是误差 所以当科学家在算这些的时候 心里就要知道 这都是误差的 所以加起来超过50% 就是误差的总和了 就算了 还是这样算下去了 好 那如果你想知道 A跟C之间的真正的距离 像我们刚刚这个实验室 A跟B之间做的杂交实验 得到30%互换率 B跟C之间的杂交实验 算算25%互换率 两个之间相加得到55% 如果今天有一票科学家 直接只去量 B跟C之间杂交之后的互换率呢 它也许算出来是40% 一样没有超过50% 好 只是为什么这边55呢 因为这两个加起来就超过了 好 所以有时候你会算出 B跟C 这个实验算出来的互换率30% A跟B是30 B跟C是25 可是A跟C却只有40 怎么都不拢 记得都是误差 好 所以那个年代 透过这个方法误差很大 所以这样的关系 只能叫做相对距离 那到了21世纪的金日 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 两个金之间的距离 我们还会用互换率 当做你的互换单位 当做你的互换距离吗 不会了 现在的技术都已经可以跟你讲 绝对距离了 我们不会是用相对距离的 都是用绝对距离 那现在绝对距离怎么用 怎么说呢 这个金跟那个金 A金跟B金之间相距 两万个碱基队就好了 两万个碱基队 就是两万个合肝酸队 我们都可以用定序的方式 这个金全场有 可能53000个碱基队 另外一个金有3万多个碱基队 那这两个金相隔 有一些空白之处 比如说这样 这是A金的范围 这是B金的范围 我可以知道A跟GB A跟B金 它们各自多长之外 还可以得到B跟A跟B之间 它们之间空了多远 这个距离是用多少个碱基队 我们叫做Base Pair 碱基队 P A I R 那通常简写写成BP 然后后面要加S 因为是负数 Base Pair 对不对 我跟你相隔25000122个碱基队 都可以精准到这个程度了 因为现在有DNA的定序技术 但是在那个年代 24季初 我们还没有发明定序 史初文就非常聪明地利用 互换率当作相对距离 先画出基因的蓝色的区域图 已经很厉害了 但今日的技术 已经可以直接跟你讲 绝对距离了 而且很精准 单位已经有几个碱基队 几个Base Pair 来做数字上面的呈现 好 以上连锁互换 为什么偶尔会看到 互换率超过50% 误差的总和